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投入2024年总统大选 对此多位民进党立法委员纷纷表示肯定 希望民进党2024年能完成总统胜选立委过半的目标 对于赖清德副总统4月12号获民进党正式提名代表参选2024总统大选 日前已在基隆多处地方悬挂大线合照看板立挺的立法人蔡世英强调 赖清德在行政院长任内支持基隆多项重大建设 狠获地方民众好评 他也会全力以赴 希望赖副总统能顺利接棒 带领台湾继续向前行 我们作为基隆的一个分子大家都了解到基隆过去对岸事件里面改变了非常多的几个重要的案子 包括军港迁移案包括高地空水案 这些都是赖副总统在行政院长任内努力的推动让基隆的城市改造一步一步的获得落实 那赖副总统他是北海岸的人 斯英其实在基层也听到许多人 不分党派都支持赖副总统参选我们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斯英在基隆的很多地方已经挂起了我们努力信赖台湾一起努力 那我就是期待赖副总统2024能够顺利的接棒 为带领台湾继续往前走 律法员郭国文和许志杰也强调会当赖清德的分身 协助赖清德赖得2024总统大选并达到国会过半的目标 事实上在赖副总统成为提名人之前 其实他相关的行程当中就有显现出来选举的味道 不论到各个重大的公庙或地方的组织 那以及同乡会等等 可以说赖副总统已经在备战的状况 我们期待赖副总统能够带领全党赢得明年2024总统的大选的胜利 也能够让国会得以过半 我们高雄的名利代表都会当赖清德副总统的分身 尤其高雄人对赖清德的印象都很好 我的第一波过年的看板也获得很好的回响 配合党中央的提名要换上第二波的看板 我们会全力充斥让赖清德总统可以顺利当选 相信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获得正式提名后赖清德也发表参选谈话 将率领民进党完成总统高标当选 国会单独过半的总目标 并实践民主团结 民主治理及民主和平的三大民主行动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洗口礼于文化体验营 由卢慈姐妹林素英林景英老师带领松山国小的老师及志工妈妈们 认识松山的在地特有生态资源 活动的最后还透过捐印手作一同将卢慈曲花珠景 印制在帆布袋及衣服上留作纪念 松山国小老师及志工妈妈们将卢慈与曲花珠景的美丽图案 以捐印手作方式分别印制在帆布袋及衣服上 为活动留下纪念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洗口礼于文化体验营 将区内资源串联 透过志工妈妈将学习的内容 分享给孩子们一同成长 我在这里其实就是 承袭也感受我们几位老师 长期对社区文化的关怀 还有不断的去探索 发觉有没有一些创生的可能性 所以规划了一系列的课程 然后跟我们区民跟我们各界来分享 那大家也就在这样的带动之下 去感染的这样的文化氛围 来认识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相信这个课程因为在之前 在寒夏期间已经有小朋友上过 我们非常地踊跃而且收很多 而且还附加价值 过去还有一些生态的介绍 还有文学的体验 也就是说这课程里面也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美劳操作的阿远波的内涵在里面 松山区副区长施淑里表示 松山社大及卢瓷老师 长期关怀在地社区与文化 不断探索及发掘在地创生的可能性 并规划一系列课程与在地区民分享 共同打造松山区精彩永续的生态环境 每年5月起台湾就会进入雨量丰沛的 美雨及台风季节 为了要做好防汛准备 台北市新医区公所 特别在里内山坡地老旧聚落较多 并有土石流浅势溪流的太河里 举办疏散演练 提醒居民要做好准备保障生命安全 为了你安全起见 请务必跟我们撤离 我在这边住30年都没什么事 干嘛搞什么撤离 请麻烦配合 不然我们要使用强制力强制力 我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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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继续的暴力 居民情绪激动被远景强制撤离 这是台北市新医区公所举办的 土石流及山坡地老旧聚落疏散撤离演练 选择在太河里举办 就是因为这里临近四寿山及拇指山 还有两条土石流浅势溪流 去年10月台风来袭时 还差点被列为红色警戒强制撤离区域 因此今年的土石流及山坡地老旧聚落疏散撤离演练 特别把去年实际遭遇的问题纳入演细项目 因为去年10月份泥沙台风那一次 我们曾经有新医区这边有三处 有拿到这个黄色警戒 那差一点我们就到达那个红色警戒要强制撤离 那在黄色警戒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现说 在疏散撤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碰到一些问题 那在今年度我们就把去年碰到的问题 在今年加强演练 包括说就是我们事前做这一些 有关我们保全户注入资料的更新 以及我们实地的踏刊 这个我们等一下还有事前资料的收集 太和里长林正义表示 因为这里靠近山边风雨一大 居民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过去在劝导居民撤离时 曾碰到坚持不走的黎明 因此期盼透过演习 强化居民仿在观念 他说在家里比较安全 他不希望撤离 后来也是因为有警察来一起 一起强制把他撤离 我们离靠山边问题比较多 所以如果进入演练的话 可以让黎明可以知道说 以后如何撤离 如果真的遇到状况要怎么处理 除了疏散住户外 演习项目还包括预制沙包 抽水机操作 及架设防水闸门等 现场更模拟了大量吐司 在居民撤离后 倾斜而下的灾害景况 过程逼真 黄色警戒我们就会实地 需要由我们区公所 以及消防局警察局 都来这边做一些宣导的撤离 到红色警戒的时候 会演出一些 我们碰到万一有民众在 抗拒强制撤离这一块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去因应 那这些都会是我们的重点 另外我们也有特别邀请 新住民的通议 来替我们来做 用多国语言来做这样子的宣导 新义区公所方面表示 这次演习活动动员区内消防警察 环保学校等单位 与林里长及社区发展协会共同参与 希望强化官民合作 培养灾害应变能力与默契 在灾害来临时 能立刻动员迅速疏散 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红丽发建设董事长杨雅婷 捐赠台北市政府一辆富康巴士 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纪念 他表示父母的栽培 跟行善助人是榜样 他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 台北市目前有328辆的富康巴士 平均每个月服务约4万5千烫次 感谢各界的盛心 提供市民更好的服务 从小看着父母投入公益的 红丽发建设董事长杨雅婷 如今也希望能为社会尽年薄之力 透过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牵线 捐赠台北市政府一辆富康巴士 让更多有需要的民众方便达成 大概半年前吧 他们说想要去捐赠一些设施 让我们的台北市的社福机构 能够在接送 然后甚至在服务的方面 能够扩大范围 那我就是临机一动 我们的富康巴士 很多都是年限比较老了 需要太换 而且在申购的过程当中 富康巴士又比其他的 比如说捐血车来得更容易 所以很快的就能够补助我们这个缺口 所以那时候建议雅婷 还有我们这个总裁呢 就用富康巴士捐赠的方式 马上就可以用 所以我们后面的行动都很快 也谢谢我们市政府的一些协助 也谢谢市长今天的参加 我希望这份爱心 除了这一辆之外 我们再捐第二辆第三辆好不好 让我们爱心传递下去 父母亲禅说 行善的人最快乐 行善的人最富有 很荣幸在生日的这天 我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小朋友 一起来捐赠复康巴士 那未来亚庭号也会穿梭在台北市的各大街头 那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我也想 这个爱的循环可以延续下去 那在这边 谢谢大家的参与 在了解富康巴士使用上 功不应求的状况 促成了这次善的缘分 而我老婆也特地选在生日当天 来捐赠富康巴士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 让台北更好 让明天更好 台北市长蒋王安表示 北市目前有328辆小型富康巴士 平均每月服务约4万5千趟次 藉由民间善心的捐赠 是不会好好运用 目前我们总共有328辆富康巴士 每一个月平均有4万5千趟次 所以代表我们其实有非常大的需求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捐赠 让我们台北市许多的生长朋友 未来不管是就医通行的需求 都能得到很大的协助 另外我也知道我们杨总裁 还有亚庭董事长 以及陈总经理 一直以来 从事公益不只是 刚刚谈到的捐赠富康巴士 大型捐血车 同时举办各式各样大小活动 捐血或是办国小的绘画比赛 甚至在去年圣诞节我还知道 特别发起写一封信给圣诞老公公 就是像芬兰圣诞老人 油桶的概念来发想 让孩子们写出自己的心声 投到油桶 得到他们心目中期待已久的礼物 我想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在社会上累积这样的爱心 我想这些都非常值得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钦佩 富康巴士 让我们所有身心障碍的朋友 都能够利用这样的发誓 好好的来移动 身体可能有一点点小小障碍 但是透过市府 透过民间大家的力量 让我们所有身心障碍的朋友 都能够更加的方便便利 所以真的感谢 我们用最有意义的富康巴士来捐赠 因为亚庭红绿一发建设 亚庭啊 经过我本身 11月十几号以前 我建立一部富康巴士给新北市 本来我到现在已经 这是第五部的富康巴士 谢谢董事长 我是住在卢州 卢州区就是长安在综艺庙附近 我大概是市益300人 在于我是农家子弟 有机会参与社会服务 我也在83年当过议员 在于服务上 谢谢 当过议员的服务 甚至我们社会一定要增加多一点服务 80年参与国际私职会 参与美丸区 我家里刚好有三位总监 我本人 我太太 我的儿子 都是国际私职会 前总监 公益事业一定要做 间七部 大型的间歇车 我经常跟你说 如果有探机要做一些选书 所以我的家人都被有感动了 常常想做善事 我当总监事兼了两台大台监血车 两台大台 我的先生当总监 兼两台大台监血车 我的儿子 我当1819的总监 也兼了两台大型监血车 去年我们又兼了一台大型监血车 我跟我的先生 还有又兼了康二巴士 所以我们 还有我的女儿 背后面 他们去我们就要做选书 他带我们哭哭做了 所以他跟我说 妈妈 那我的生日可以来做个监血车 那个抗八十的监证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这个很好啊 很有意义啊 我说你如果说我偶尔偶尔偶尔 这是很有意义的电表 所以亚庭今天就开始要用了 希望我们台北市的 有少人都可以 政府才能叫我们不要紧 可以让大家用得健康 很快乐 另外蒋万安也在媒体联访时提到 7月将推出妇女产前产后乘车补助 加码公布三大亮点 我们推出好运专车 这不只是对象我去年的证件 也在我们的诗人白笔书里面 所以也非常谢谢 包括我们社会局 话局处大家共同的合作 包括卫生局 交通局 资讯局 以及富邦营等等 那我们这一次好运专车推出来 有几大亮点 第一 我们期间最长 也就是我们不只是从 妇女怀孕开始 拿到了妈妈健康手册 之后到生产 以及产后六个月 年轻妈妈们都可以享受 这样子优惠乘车的方案 那第二个 金额最高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对于 每位妇女一胎有八千元的乘车优惠 每一趟次最高两百五十元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贴心 完整的照顾我们孕妇 以及产后的年轻妈妈 第三个 也就是最方便 我们不只是可以绑台北通 同时我们在申办的过程 产检期间都可以提出申请 另外也并没有绑定医疗产检 也就是完全贴心照顾到妇女 不只从怀孕 她要产检或是产后 她可能需要采买或是带着孩子 婴儿车等等 或遇到下雨天 其实乘车在台北石都会区 都很不方便的情形 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 好运专车的便利性提供给妇女 那我想这个方案 我们接下来 我们都已经编列在我们第一次的 追加预算 也都会送到议会 也都会进行报告 那也都会透过议会来审查 我想这个部分 也希望议会能够给予支持 除了这辆亚庭号 爸爸杨灿皇 曾担任台北县卢州乡民代表 台北县议员 过去也曾捐赠灿皇号 及成功号两部大型捐血车 家族至今累计已捐赠 七台大型捐血车 及多部富康巴士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刑事局破获了一起假投资诈骗案 诈骗集团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 在通讯软体上搭讪被害人 取得信任后再怂恿加入投资族群 初步清查不乏所得至少5000多万元 现场查扣现金326万多元 还有多部的名贵轿车 大批警方来到一处民宅进行攻坚 原来这里是诈骑集团设立的水房 刑事局破获一起假投资诈骗案 诈骗集团利用帅哥美女照片 在通讯软体上搭讪被害人 取得信任后再怂恿加入投资群组 多名被害人被骗上当 警方更发现诈骑集团以网络银行 大量转账诈骑张款后 再将不乏所得分成转制人头公司 透过不同车手以现金分批提领 交付幕后金主 初步清查不乏所得至少5000多万 那主要还有一个犯罪手法 大概有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处置分成整合 会先以被害人的一个投资人的一个 以投资人来入籍来的名义 又被被害人来进行汇款 那之后呢会转到相关的一个人头账户 将账款呢分成到很多的一个人手账户 进行去使勤 那之后呢 再由车手机团到ATM名柜 或是用虚拟货币的部分 来进行取得张盘 然后之后呢加回水盘 本局哦 本次侦破以防性犯行为首的 假投资诈骗集团 那该集团的一个犯罪手法呢 是现在网络上投入 上货一个假投资的一个犯罪讯息 那又使被害人进行假投资 那当被害人进行投资之后呢 那个该犯罪集团 会再以高额的获利的一个假象 来用使被害人进行更 说使被害人进行更高额的投资 等到被害人进行投资之后 想要出金 那被害人就会以各种的理由进行推脱 那之后呢 就会关闭网站 并且删除相关的联络信息 致使被害人血本无归 那本次那个专案小组 所查获的一个房性换行 炸汐集团 总共查获换行33人 那也查扣了现金 存款账户及名车 总计大概有两千多万元 那全案在正办之后 会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进行这办 被害人的部分 那个财损的部分 有多名的一个被害人 那个财损金额居高达上千万元元 然后整个一个统计的一个财损金额 该炸几地团的不法所得 超过五千万元 嫌犯的手法 他会先在我们路上 以一个相关的一个股票 或是其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讯息 要使被害人加入 进行一个去 以老师的一个方式来带领相关的群组 来进行做进行一个诈骗 专案小组历经四个月根肩搜证 掌握犯罪试证 共查获主嫌黄南等33人到案 查扣现金326万多元 电脑主机 行动电话 黑莓卡 交战手册 虚拟货币交易明细 球棒 西瓜刀 还有宾市 保时捷 林志等 名车证物 全案一 诈欺 洗钱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期刊关心您 台电4月1号起调涨店价分租亚套房的族群 可能会因为店价的不透明及法规不完备等因素 得面对房东单方面的调涨店费 立法委员何志伟 郭国文和崔妈妈基金会 就召开记者会为百万租屋组请命 要求台电与内政部主动解决民众的问题 从台电宣布调涨店价后 网路上就出现许多租屋组讨论声音 尤其分租套雅房的租客 担心房东恐借机喊价调涨店费 而根据主机总处2020年家户租用统计 全台有近87万户为租户 租屋人口数将近245万人 因此立法院何志伟与郭国文 联合崔妈妈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要求台电与内政部应该主动解决民众问题 特别锁定在六都都会区 其实长期以来 在于这个店价不透明 产生一些在租屋上的一些争议 那很多时候加以两方 特别是租屋组本来就是相对弱势一点点 那在不透明的这个店价的计算公式跟架构之下 在合约没有写清楚的状况之下 大家为了不要说就是在走这个诉讼 很多人就吞着就下就不去处理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炳银强调 分租套雅房的租客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 居住争议应该优先受到保护 因此建议台电允许改为用电地址申请查电费 台电方面回应为了降低电价调涨 对租屋组的影响 特别公告建议分租套房型的用户 可向台电申请装设免费智慧电表 至于开放房客以租屋地址查电费 则担心会有用户各自外泄疑虑 要开放给其他一般的民众 因为我们牵涉到所有的用户资料 那都会涉及到用户的各自 所以在那一部分 到底能不能够去查 查不是你社户的资料 或不是查你 那会牵涉到一些后续有一些争议 会有争议的问题 对此郭国文质疑台电如何让房东 主动装设智慧电表 还有内政部关于租赁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四项的规范 也可能让房东有漏洞可专 台电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诱因还有措施 能够鼓励这个房东 愿意来装置智慧电表 这是台电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部分在内政部的部分 相关的住宅定期化契约当中 它用当月的用电量最高集聚的金额 这个可能会让房东有漏洞可专 是不是要直接订定最高集聚的金额 是不是可以改成当期美度的平均 内政部方面则承诺会邀及相关单位进行讨论 并提醒房东在租赁期间 不可片面更改契约内容 否则将违法受罚 立法委员何志伟等人最后提出三项主张 包括台电因主动装置智慧电表 用电资讯必须透明 内政部则应紧述修改不合时宜的 租赁定型化契约中的应记载法规 并要求台电与内政部 必须在三周内针对这项问题 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儿童手机成瘾的状况 对自身的情绪课业作息 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台北市议员曾信银公布问卷调查发现 因为手机会经常或者是非常频繁的 造成亲子间的冲突 而也有许多家长们认为孩子使用手机 对作息情绪科业上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这次发出了5000多份的问卷 有效回收851份 针对是否造成孩子作息功课情绪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五大面向来做调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49%的家庭将近一半 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造成亲子间的冲突 那么我们分成经常或非常频繁 这两个加起来将近一半 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家庭 常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亲子冲突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的严重 在我过去的这段期间 常常我也上很多的预防儿肇手机课 那看到的是有一个异性感生 有一个家长 爸爸跟我说他已经摔了四支手机 还是没有办法让孩子脱离这个时候 一个妈妈跟我说他摔三支 其实非常的痛苦 一次预防孩子手机诚意 变成现代家长重要课题 家长大人你自己有没有手机诚意 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都放不下手机了 当然我们大人也许成长的过程 没有这么多手机 但是现在很严重了 那因为小朋友看到大人 哇一直在看手机 这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他一定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检讨 就是刚才 谢盈一直讲的增加家庭的时间 当然这个讲很容易 做很困难 我是觉得家长自己 我们大人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多注意 学校方面 我们教育局方面 家长方面 尤其是回到家里面 真的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 以及我们就是说在民意代表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必须针对这个事情来重视 我们也很看到 看到今天教育局局长来 就表示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 他把他的态度 把他的行动展现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在这个部分呢 除了我们在议会 民意代表的关心 我们家长会的关心以外 我们希望他能够落实到 一个制度 制度面 能够来执行 那在我们的学校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 除了在资金交易 或者是说 应用的资金轮理之外 对于呢 我们孩子什么样 即是是 手机或资金电脑的应用 我们都有做很多的培训 那当然 有包括家长的成长营 我们也有做 那我们也有对 可能已经有高危险群 那个 手机成瘾的孩子 我们也做一些辅导 也有做一些个案 那个案的辅导 我们还做到 有住区的 还有呢 有到校服务的 就请医疗 諮商师 那都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到学校里面 去帮助孩子 那我想 那个是比较末端的 可是我们需要在前端 我们就把这事情 做到预防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教育局的责无旁贷 因为 毕竟这是很重要的教育工作 那教育的工作的问题 虽然非常多 那手机成瘾这件事情呢 可能是 现代世界 以及我们现在奥巴士带 学生 可能会很容易 面对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孩子 用手机的时间 真的是比以前 长非常多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值得我们重视 那我们教育局 一定会跟家长 也会跟议员们 他们一起来 共同努力 为我们孩子手机成瘾的问题 的解决 跟努力 共同来打拼 在儿童节日 北市家长会团体 也一并接此呼吁 正式儿童手机成瘾问题 可能我们家长 在小学端的时候 就是要做到 就是说 我们讲 己身不证何以证人 所以自己呢 要先把自己做好 再跟孩子陪伴的时候 能够 能够尽量使用手机 那希望也另外能够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小孩子呢 做教育的时候 我们最重视就是 他们的阅读 阅读完可以做一些讨论 这也是可以离开手机的 一个方法 那我想其实多陪伴 这是对的 就是让小孩子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手机 那回到家里 可以谈谈很多的心事 其实青少年还是真的需要 家长陪伴 在餐桌上 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 不同的一个相处 而不是用手机 丢个手机 来跟小孩子做相处 就是我们在高中教育里面 现在其实管理手机 很多导师 很多学校 其实蛮善尽指责 我在多年前去日本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日本的所有高校 不管在东京 还是在其他偏乡 手机是进不了校园的 带进去他就要保管 那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但是现在的台湾 很多学校做到 因为班级里面 有所谓的手机箱 那我去参加 亲子座场会 我发现 导师会在亲子座场会的时候 要我们大家一起表决 赞不赞成 学生一来 手机就按号码锁起来 中午拿出来 然后下午上课再拿出来 再收进去 到放学再拿出来 只要是家长多数都赞成 就这样执行这个半规 我觉得是好的 孩子在学校是可以实施的 那为什么回到家之后 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 可能我们也要 大家一起进步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学习 像我其实跟我女儿的互动 就是 最近忙什么 她喜欢最近去孩子化妆 我叫好朋友姐姐 带你去化妆 就是你从她的兴趣 跟她互动 减少她用手机的时间 那是在用餐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手机 就跟她沟通 我们手机放下 或是大家去走走逛逛街 就是从她的兴趣上面 去跟她产生一个共鸣 跟互动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 从关心跟陪伴 那甚至 偶尔可以跟她分享 她在学校的状况 甚至你可以跟她 讲悄悄话 到底未养给小朋友 什么东西 不是你限制她的时间 不是说你必须 你只能看多久 我跟你说你一天只限制她 她看一个小时 她这一小时如果看的是你 你绝对不允许她看的东西 那该怎么办 在我们这个 我们这些父母呢 是很无助的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陪伴 我奉劝 今天透过媒体 我们所有的父母 要去了解 关心 你的小朋友 在看什么 其实 手机成影这件事情 要让他们介入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撇步 你只要知道她每天在看什么 她时间就会减短 就会减短很多 原来我的爸妈 现在了解我每天在看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她八个小时 马上变三个小时 因为她五个小时 看的东西是不能让你知道的 其实大人的行为模式也很容易影响孩子 所以平时家长们也应注重自我手机使用时间 切入让自己过度使用 也会造成孩子的模仿效应 罗斯福路干线全面升级为电动公车 通车典礼中 台北市交通局长谢明洪 新兴客运董事长范大为 陈运汽车董事长吴定发都亲自出席 期望新车带来全新活力 3 2 1 尽剪彩 新兴客运董事福路正立公车 27辆粉红色全新电动公车已自排开 场面相当壮观 通车典礼中交通局长谢明洪表示 罗斯福路干线电动公车导入符合交通部示范计划 认证的快充型电动公车 对台北市推动绿色运具政策 具有指标性意义 台北市的电动公车上路数达366辆 未来将朝119年公车全面电动化目标迈进 市长一再重申 整个如何走向2050今年排碳的措施 他都会来努力 来跟各位我们所有的市府的同能联励 所有政策都要以减碳的目标 那我主要这边的车辆 这新款的车辆 多了很多的智慧的一些设备 包括那个盲点的侦测 车道的便宜 这道司机有没有打瞌睡酒测等等 那这个都是非常符合安全 所以这个车辆应该是说安全又环保 螺丝服务公车端用道是一个非常载 颗量非常大的一个盲道 我之前在当中部上班 大概做五年多的公车 那公车端用道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措施 可是乘客在后车的时候 常常会吸到废气 我曾经在梦想哪一天我坐公车端用道的时候 不用再吸一废气 所以我作为一个乘客 我最希望的梦想 那今天我们实现了 新兴客运董事长范大为表示 这批车辆配属于木炸二站 是台北市第一座电动公车快充站 踩一窗多车的方式规划 适合地下人愁的台北市 且即便电费可能调账 相比油价仍然划算许多 电费提高跟油价来看的话 我相信电费还是比较便宜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营运的业者 跟这个台电这边 我们有所谓的契约的协定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离风跟高 高风期跟离风期的部分 那我们的所有的厂站的这个充电 都是利用离风时间来电 所以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 并没有生加太多 油车的购车成本大概四百多万 但电车要一千多万 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 现在目前都是仰赖政府 给我们的补助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目前我所知道是第一座 快充充电站 我想最大的特色是 它刚刚提到的说 它可以共享 不是只有我们新兴可运的大客车 其他的大客车 也可以来这边 共享这样的一个充电 甚至刚刚讲说 其他的小客车也可以来 那我会认为这个共享 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因为我们台北市在取得厂站 不太容易 那新兴可以做这样的厂站 做这样共享的服务 的确是我们非常敬佩 那这是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未来我们还会朝向 跟捷运调度站 捷运机场 来做一些共享的厂站 希望能够多一点充电的设备 来提供我们大客车 未来在达成2030年 在做全面电动化的时候 这充电设备一定要完成 要非常的完整 这是我们会在努力的 此批电动公车 为台湾陈运公司 设计研发制造 使用最适合快充的 钛酸锂电池 可分散充电 随时充电 只需要15分钟 即可从20%的电量状态 补充至80% 那陈运的电发 其实是最大的 特色是我们 用锂钛电池 LTO电池 安全 长寿命 環保 减碳 经济 碳球减碳 未来可以拿到最高 我们分散充电的时间 不影响电力的供需 所有的驾驶先生 回到站上马上充电 6到15分钟 就可以得到保电状态 驾驶上车的时候 它随时都是保电状态 所以它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 里程忧虑 那我们又避免集中充电 带来的不方便跟危险 而且呢 我们急测场的面积 不会产生冲击 也避免干扰 临近用电户的不方便 因为它这一些 简单的定义 是带给 科运公司 最大的价值 也就是 科运公司 可以用 一辆柴油车 换一辆电发 就可以满足 你所有的路线 各位在 我们的同学先进 未来就会碰到 有很多长的路线 你可能要用 1.3倍 1.5倍 甚至2倍以上的车辆 但是用快充系统 才可以避免 螺丝浮路干线半次密集 尖峰时间 每4-6分钟 就有一班车 行驶动线 自捷运动物园站 行进螺丝浮路 连接至台北车站 交通局 致力辅导业者 选择合适的电动车型 持续筹备导入新车 预计于年底 可达到650辆上路 并朝119年 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买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这个估计 移工走地下会队的金额 一年是超过500亿 加上失联的移工 金额甚至上看千亿 打炸小组的成员 立法委员 郭国安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联合召开记者会 呼吁跨部会 加强合作 扩大宣导 并建议 研拟人力纵介 代办业务 落日条款等措施 才能有效的防范地下会队 保障移工权益 围堵地下会队 立法员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及张鸿路 大声疾呼 要求政府单位重视 移工走地下会队 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根据劳动部的资料 到111年底 越南籍移工 约25.6万人 其次是印尼籍移工 25.01万人 不过两国移工薪资 会回母国的差异 却达16亿美金 以目前汇率换算 移工采地下会队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元 加上四年移工 更可能上看千亿元 不受监管的资金 也成为国内金融秩序的一大漏洞 因此 立法院打炸小组成员 立法院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跨部会合作 并提出包括订定落日条款 加强宣导 设置检举奖金 强化稽查非法会队资讯 及查器四年移工等建议 希望有效防范地下会队 优先辅导人力仲介业者 遵循合法管道 沿拟人力仲介代办业务的 弱日条款 第二个是强化稽查 包括社会群平台 發布非法会队资讯 以及科技大厂收钱 當面收钱的一个查器動作 移工被诈骗或被捲入到 涉及诈骗的 這些非法会队的水房 所以我们希望呢 勞法署呢 要加强 那么能够积极地提供 最好还能提供什么 这些移工啊 这个检举非法会队的检举奖金啊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优因 希望让全国的民众 或是今天所有出席的官员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台湾不能成为一个合法 掩护非法的这样的一个漏洞 产生 但是却视而不见 不管是越市啦 印尼的小吃店啦 里面根本就是会队的中心啦 这个我相信你们在查西也都知道啦 那如何把这个给 把这个门给关起啊 我觉得这个警政署跟移民署 其实你们可以啊 多尽一点力量 对立委强化地下会队的诉求 出席的各部位代表也做出回应 其中劳动部 勞动力发展署副署长就表示 会将检举奖金纳入研议 郭国文表示 打扎小组会持续在各委员会 关注地下会对议题 以避免持续冲击金融秩序 也进一步保障移共权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传媒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到江商职广告设计科毕业成果展 以一年四季节庆为主题 搭配才艺表演 开启精彩的斜杠人生 将春节的喜庆温暖开运团聚的元素 以作品呈现出来 还有中元节前程祭祀的文化展现 七夕青年节浪漫主题 所有的作品精彩无比 这是道江商职广社科第47届 毕业成果展 在台北地下街展出到4月3号 我们做的是春节 就是纳洗送春 然后因为我们是觉得 春节是最代表我们的一个节庆 就是最喜庆的日子 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节庆 主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红包袋 然后还有一些糖果盒 因为过年大家会一起吃吃零食 然后我们还有米 纳洗米 因为台湾人都会吃米饭 然后我们就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刚刚好是那种一人一个份的量 对 另外广社科还有许多丰富人才 如在高中职电竞圈 获奖无数的哈士奇校队 还有K-pop魅力四射的舞蹈表演 一展学生多元成才 因为我们其实 这一季我们要打ACS 然后其实原本实力还不错 就是因为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偷懒一点 所以就导致三年级有点心态有点受到影响 所以就实力有点下降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们聊心态方面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我是樱花 我是一个实况组YouTuber跟插画家 那我在道江市担任那个电竞幕后老师 主要就是教学生一些可能影像的处理 或是社群的经营像实况的 还有一些可能YouTube频道 或是影片要怎么制作等等 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成果展他们准备了非常的久 像昨天我们就开始在布置的时候 同学们都是非常努力 像一些贴那个海报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是用了大概一整年的时间去筹备这个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一下 那成立的宗旨是我们会以K-POP的MV5为主题 然后去发扬这方面的舞风跟表演感 然后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呢 我们其实有七个学生来上台表演 那比较大的瓶颈可能会是 因为我们一周我带他们的次数可能一周只有一次 然后如果人没有到齐的话 队形走位上面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比较难安排 那让我很欣慰的是 其实学生们都很认真 然后他们学的速度也非常快 然后有长大要改进的地方 他们也是就是隔天或者是甚至15分钟后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K-POP讲求的是表情与动作上的整齐 那因为我们在把舞学完之后 学完之后每个人的身体 每个人身体形状与身高体重的不一样 所以造成形状上的不同 那因为表演上画面的缘故 我们必须把画面做到一模一样 甚至跟MV上一模一样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 在教导完同学怎么样练习的方法之后 同学们慢慢都可以自主练习 其实可以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 然后慢慢把心里面 心目中想要的画面 想要的效果慢慢呈现出来 那接下来就可以呈现在各式各样的表演上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部分 广说科分为设计组 表演设计组 电竞组 让学生们能适性发展 多方面学习 毕业成果发表会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我们今年是用节庆到福江志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年节的表现 我们也把三年的所学都能够呈现出来 像我们也有七夕的确信有你 还有中元节的春节的端午节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节庆我们把它展现出来 那我们这次的第一名是确信有你 也就是七夕 那真的是在色彩的呈现 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那当然我们本届的毕业生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优秀 因为我们到江山植的广告设计科 有分为三组 一组是我们的就是表演设计组 还有电竞组 还有广告设计组 我们电竞组 荣获了全国的前四强 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电竞组 也参加了亚洲杯 荣获了在亚洲杯里面得到了亚军 实在让我们也觉得为他们感到骄傲跟光荣 我们今天毕业展做得非常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电竞占了一半以上 设计占了一些 设计占了一部分人 但是电竞人 刚刚各位卫兵有看到 他们上台都不讲话这样 他们讲不爱讲 所以他们有些人都不爱表达 但是呢 我说这要做什么主题 才能够把他们表现出来 他们比较能理解的 那就是节庆 因为他们虽然每天都在家里面比赛 但是他们知道一年四季有哪些节日 可以吃什么东西啊做什么事情啊 我想说最简单的节目给他们做 没有想到他们做得很好 其实像有一组是中原一叠的 我说做这干什么啊 这个不好吧 就是他们做出来非常的温馨 这种是电竞占做的 我必须强调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过年的那种 也做的是叫圆满 也做得喜气洋洋 那还有一种就是 做情人结人的 喜怯的吧 那种做的低鸣 低鸣 做的非常成熟 而且呢 都非常的精度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基隆市消防局举行新任局长就职典礼 由基层出身 担任大队长的向勇才接任 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不达典礼 期许新任局长带领消防同仁 继续提升救灾能力 基隆市政府112年4月7号 基辅人力1字第1120214590号令和派向勇才为基隆市消防局长此令 基隆消防局新任局长就职典礼 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事实于是以制成特征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忘费公堂 不滥用人员 不淫私舞弊 不说说贿赂 如为誓言 愿受对严厉之处罚 警示 新任局长向勇才正式宣誓就职 台下官吏包括议长佟智伟 副议长杨秀玉 十多位议员及各界代表 市长谢国良特别肯定 申请退休前局长陈龙辉 对于基隆救灾救护的贡献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消防局前局长陈龙辉 陈局长 在消防局长的任内任劳任怨 专业又认真 从我立委时代 担任主命到现在 其实对我们基隆市消防局的业务 帮忙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这边跟他表示 最诚挚最诚恳的感谢之意 现任局长向勇才 成立任消防分队长 科长大队长等重要职务 消防之力42年 对于火灾风灾及各类灾害应变 都有相当的经验 向局长他是专业的 他是从基层40年来都在消防局努力认真做事 也曾经跟在座的消防弟兄一样冒过生命危险 去救火过出任过这些紧急任务 一路从基层打拼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消防员首长 所以他今天来担任这个消防局的局长是是财是所 那未来我也会赋予他重要的责任跟任务 就是要保护基隆市民 不管是在平时或者是在灾情来时 民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 这个是作为一个消防局长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相信有过丰沛食物经验的向勇才 我相信他是可以升任这个任务的 另外我们消防局讲究廉洁透明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要跟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 继续共勉励 我想过去这几年都在陈局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们消防局也不断的这个努努努力 那也非常的辛苦 那照顾我们基隆市的家园 那我们有安居乐业的这个基隆的市民 那我想接任的这个向勇才局长 我们诚挚的祝福 希望这个向勇才局长 在我们这个陈局长的这个 建立好的平台之下继续努力 我相信向大的能力一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祝福向局长 带领我们的消防局继续前进 保护我们的市民安居乐业 而针对消防人力不足 上有20多个缺额 金融市长谢国梁允诺 将会逐年编列预算 消防相关资源的投入 那其实在还没有就任之前 向大队长就多次的跟我反应 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人力 以及物力投入在保护 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这一点我也允诺未来 会加强预算的编列 给市民朋友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目前我们基隆市消防局的编制人数是299 那目前我们只有272 所以相差的有27位同仁 那目前我们的谢市长 他在明年会给我们编5位 然后后年5位 在大后年115年有10位 那个市长他会在这个近期内 将我们的这些缺额来补足 增加我们的救灾人力 消防局新任局长就职 新人新气象 谢国梁其勉新任局长 带领团队继续提升消防救灾能力 来维护金融市民安全 记者黄宋明金融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现在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